Hello 下面我们介绍描述耳机声音的词汇 Wow 一个非常常见的词温暖 我们说一个耳机的声音非常温暖 通常是什么意思 说一个耳机的声音非常温暖 通常是说 通常是指它的低音的部分做得蛮不错 通常是说good bass 我们先用英语把这个warm完全的说一遍 warm when used to describe headphones comly means it has good bass adequate low frequencies adequate fundamental relative to harmonics not thin also excessive bass or mid-bass also pleasantly spacious with adequate reverberation at low frequency 也同样可以用一些同样的词来描述 rich round warm highs means sweet highs 就是说温暖呢 这个词我们讲一个耳机听起来非常温暖 通常是说它的低音比较好圆润的很好的低频的表现 并且你要注意到如果说更进阶的了解一个耳机的话 一些人会说它的刺波 就是说它的刺波控制的比较好 我们通常讲刺波的时候 一个耳机放一个声音 如果是给它一个正弦波500赫兹 很可能在耳机播放出来这个声音的时候 它会产生另外一些频率的 这些叫做刺波harmonic waves 就是说它会在500频率的正弦波进入之后 它会产生一个1500的两倍 1000赫兹和1500赫兹和2000赫兹 它会产生这样的刺波 这些刺波叫做harmonics warm呢 我们说一个耳机非常温暖呢 是说它通常就是讲它的低音呢 圆润呢 那个浑厚啊 这样的感觉 举个例子 比较便宜的 也比较常见的 我们说COSPP COSPOTAPRO COS这一款耳机 就是那款形状 有点古怪的COS耳机 它就是以warmbase而著名 而这个 he's known by his warm base the COSPP POTAPRO 简称COSPP了 这是一款 因为它的就是这样的耳机 就是这个形状蛮奇怪的这种耳机 三十来年了 它因为它的那个温暖的声音而闻名 听惯了这款耳机的人不喜欢换起来耳机 你给它加强贵五倍十倍的耳机给它 他不喜欢听 他就喜欢听这种声音 而你要看它的声音的频率响音曲线的话 你会发现低音部分 因为COS这帮人是用耳朵做耳机的 他们自己听自己的耳机来调 因此他们做出的声音很温暖 但是温暖这个词也可以用来形容高音的部分 如果说高音很温暖 一个女高音的声音很温暖 完全可以理解很温暖的高音部分 通常就是这个时候就会说高音的温暖 意思就是很甜很甜的那种声音给人很温暖的感觉 因此它也可以说用来描述高音的部分很温暖 它的同意词是rich, round, sweet 它有一些同意词 它的同意词可以是rich 非常丰富的低音rich base 非常多的低音rich 这个时候你也可以理解说富有 稍微在你的脑袋里面做一下变换 很丰富的低音rich 还有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rich, round OK, round 很圆满的,很 round 很圆润的低音 你喜欢吗 很多人 大多数人包括我自己 都是喜欢这样的耳机 就是说如果能够用warm来形容它的话 另一个例子是深海的px100 还有akg的dg181 还有好像还有一款叫dg8 它们的声音都是这个特点 它们给人很温暖 同时呢在温暖里面有区别 有的呢在温暖的程度中给人有点软的感觉 有的呢在温暖的同时给人一种比较强比较准确的感觉 OK,这是一个描述耳机的词汇 wom 当我们说一个耳机是很温暖的时候 wom通常是指bass bass是哪一部分 500核子以下 bass,鼓声 吉他,低音吉他 这样的声音 大提琴这样的声音是在bass的区间 OK 好,这是描述耳机的一个词汇 wom,非常常见的一个词汇 所以如果我们请Urban Dictionary给我们解释wom的话 我们会看到稀奇古怪的解释 是不是这样呢? Yes Top Definition 第一个解释 referring to someone's coolness someone who is well respected, interesting, popular, fun to be around, and slightly sexy everyone want to be warm wom是一个非常好的词 其实每个人都希望 至少有一点点希望自己是温暖的 如果有一个人 Joe通常是一个女孩子 Joe对他说 Dude, you're so warm 哦,老兄,你真温暖 这是一个大哥的表现了 那么另外一个女孩 他又说了 第二个女孩就问他 You mean cool? No, I mean warm 它是和酷对应的 它是和冷酷冷军对应的一种温暖的感觉 OK 让我们看Urban Dictionary 能不能给我们第三十种解释 关于wom 嗯哼 我们只看到了第七种 Another word of honey I was so warm when I saw your last night 哈哈哈 这一定是一个女人在对一个男人说 我昨天晚上看到你的时候感到好温暖 I was so warm when I saw your last night 但是我们是在解释一个描出耳机声音的 描出耳机的声音的词汇 关于耳机的话 我相信头戴是耳机或者入耳是耳机 它的颜色重量价钱 还有配件 还有诸如此类的 大家都比较习惯 都也比较清楚应该怎样去描述 但是对于它的声音 当我们说一个耳机 It has a very good warm sound 非常温暖的声音的时候 这种耳机一般大伙都会比较喜欢的 它的例子就是Cospot Pro 这是公认的这种声音特质的耳机 OK 就到这里吧 拜拜